主席各位先进本委员赖斯堡 胡一生陈秀卿赵丽云等三十年历史提案 针对现行的政府 为建立公平市场租金的标准 以至于租金水准无法有效认定 影响不动场租赁市场的发展 那么即未来租券方案的推动 有见于此 原提案要求行政院会同 内政部财政部及 各县市政府应于本年度建立 完成公平市场租金的标准 而且要包括出租的住宅面积 区位房间数 致用或者非致用等相关租金的讯息 以彰显政府对于国内不动场租赁市场的 推动管理决心 并作为改善国内固定租金金额 补贴缺失之依据 以及未来推动租赁方案的基础 是否有当进行公卷 不 抢 费榴眼